本期话题 书画造假 渊远流长 提起造假这件事 现代人没有不深无痛绝 你像我们现在身边穿着用的 到学历 票房 流量 造假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那么说造假这个事 在中国古代 肯定没有现代人造假技术这么高 但是在几个领域里边 古人造假也是登峰造极 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要说到 这个书画 就是字画之类的造假 这可以说中国古代 已经达到了绝对高的水平 有些古代的书画造假手段 甚至我们今天用科学手段 都很难去还原 那么中国古代的书画造假的方法 由浅入深 总共有多少种 咱们今天给大伙一一说说 第一种造假方法 叫一阶称双 严格一声讲 这种方法不能称作造假 只能称作投机 因为通过这种方法 所得的书画作品 它不是假的 都是真品 为什么呢 一阶称双是指 把一谱书画作品 把它揭开 就比方说原来 比方说这个书画作品 有那么几层 你把它揭开 一层算一张 一层算一张 长线的呢 揭成两层的最多 所以这叫一揭成双 说为什么能够揭开呢 这得从书画采用的 宣纸的结构说起 说中国古人最开始 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 用的是呢 捐布 就是丝绸布什么之类的 可是捐布呢 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太贵 第二个呢 不容易保存 年代一九年 就会变得很糟粹 所以后来人呢 就制造出了宣纸 用来代替捐布 宣纸的制作工艺很特殊 不能一次成型 因为一次成型呢 会造成厚薄不均 对书画作品的着色呢 产生影响 所以必须呢 做成极薄的一层 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叠加 最后呢 压成稍微有厚度的宣纸 一般的宣纸呢 有两三层 好一点的有四五层 我曾经呢 到这个浙江啊 有个地方做宣纸的呢 我还到宣纸的池子里边 下去制作过 所以我对这个工艺呢 有所了解 就好的宣纸 四五层 一般的有两三层 也能说有多少层 其实就能揭开多少层 由于宣纸的细末性的很好 所以在创作书画的时候呢 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笔墨 这就让奸商找到商机了 这画到他们手里 必须要揭成 有良心的呢 一揭成双 黑一点的呢 就揭它个四层五层 有多少层我揭多少层 可是呢 揭成越多呢 它笔墨越淡 所以奸商们呢 就会在墨迹清淡之处呢 再照样填补上去 然后呢 在这个纸的背面呢 再压几层宣纸 来增加厚度 就和原来一样了 如果吸墨的颜色很明显的话呢 就用熏旧的方式来做旧 让它变暗 最后呢 你就会真假难变 当然要按价值来说呢 越上面那层 越越值钱 就第一层第二层 应该是最值钱的 一直到第二层呢 它透过来那墨呀 跟原作的相差度啊 几乎没什么区别 却墨的地上填补一下 再加上印章 就天衣无缝了 你看这个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 各有一幅赵志迁画的牡丹图 这两朴画一模一样 经过鉴定才知道呢 沈阳故宫的牡丹图啊 是一阶为双的第二层 所以说这两朴画呀 都是原作 只不过是一上一下 当然这种接两层的方法 有风险 你接不好的话呢 可能把原作都给毁了 弄巧成拙 所以说一接成双 这必须得是极专业的人 才能这么干 那么咱们接下来说的 第二种方法 就确确实实的属于造假了 但是因为造假的人不同 定性不同 就很有意思了 这种方法叫临摹 在人当初啊 他没有造假意识的最初 临摹就这种爱好 不为钱 只是呢 为了以假乱之 获得好评 满足下虚荣心 古代擅长临摹的人很多 有一些人还因此 成了书画大甲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北宋的书画家 画家 他叫米福 米福 蔡香 苏东坡 黄庭坚 合成宋四江 名气很大 米福的临摹功夫特别深 几乎已经到了 一甲乱阵的地步 有这么历史典籍里 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 米福的一个朋友找他 这个朋友呢 是做书画生意的 他知道米福啊 喜欢过去的字画 喜欢老东西 就带了一幅 唐代画家戴松画的牛 咱们都知道 韩甘马戴松牛 韩甘的马戴松牛 这特别有名 他用这幅画呢 就说你要喜欢就卖给你 这个米福非常识货 一看呢就是证据 爱不失手啊 就是摸来摸去的 但是没有掏钱买的意思 他这朋友一看 估计米福这阵囊中羞涩 没钱 就打算把画带走 不想米福突然开口说呢 你这么着吧 你容我功夫凑凑钱 你把画放我这 我再仔细看看 五天以后你再来 如果我凑了钱呢 我就留下把钱给你 如果我不留呢 那就是我没凑好钱 你把画拿走 米福这么一说呢 他们这都常来常往的 朋友也有着信用 就把画放下走了 过了五天之后 这朋友再次登门 米福说 这画我看了好几天 确实不错 好 但是价太高了 我凑不起这钱 说完了 还觉得挺惋惜 米福就把画摊开 让朋友看 说你看好了 这可是你给我那画啊 我完毕归照了 他这朋友一看 那没错 就把画拿走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 他这朋友又来找米福了 把画送回来 这朋友一见到米福 就说对不起啊 我这眼镯 我昨天拿错了 把你临摹的本子拿来了 今天特来奉还 米福哈哈大笑 哎呀兄弟啊 你不来找我 我也一定会找你的 你拿走了我临摹的本子 我心里特别高兴 为什么 说明我画的这个画啊 假画 一假乱真 你都看不出来 但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怎么今天给我送回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朋友说啊 这你就不懂这机关了 这个戴松牛的真迹里边啊 牛眼睛里头 有一个模糊的木桶影子 而你的画里没有 米福一听很感慨 哎呀 我观察不够细 学艺不精啊 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 这个画家 如果要是观察力不行 他做不了顶级画家 所以米福就觉得 自己没看到 那牛眼睛里木桶的影子 觉得自己挺难看 他朋友赶紧说 哎呀 我每天跟字画打交道 我这见识只在你之上 不在你之下 我居然也看走眼了 这说明你临摹的记忆 确实高潮 要不是我知道 牛眼睛这块的秘密 恐怕这辈子都不知道 你画的是假的 哎 米福听完之后呢 心里非常满足 心花怒放的 把那真话取出来 交给朋友了 所以米福当时热衷这种事呢 其实他不是想探这个画 他就一种虚荣心 哎 显不显不能的 可是到后来呢 这个米福啊 又开玩笑 就变成动真格的了 哎 他就想把这个字画 具备己有 他经常向好友呢 借阅进堂的古本 然后呢 好好端心揣摩之后呢 临摹一本呢 归还原主任 而真本呢 就具备己有了 就咱们现在能看到 说二王的一些作品呢 王羲之 王献之 不一定是真迹 很有可能是米福的纺织品 而这些真迹呢 去哪呢 据说米福死之前呢 一把火把真迹烧了 给他殉葬了 你这么一想 米福这事做的挺缺德 苏东坡呢 曾经对米福有过这样的评价 说他叫锦囊玉轴来无止 灿然夺真一圣志 意思是说 值得这米福有些字画 这都不正道来的 但是确实也看着米福 是真有本事 真有智慧 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呢 米福在收藏字画的时候呢 确实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除此之外 咱也能知道 当事人对米福 干这种事的态度啊 就以假换真的行为啊 也不是那种 很是大声斥责呀 你缺了大德了 甚至还有人赞美他呢 说他举止不能与世抚养 意思是说 他的行为个性啊 很独特 你不能用世俗眼光来看他 所以为什么当事人就是 不像现在我们说 造假缺德 是那么恨他呢 我想最大原因呢 就是米福只是个人喜好 他过分就在于 他想聚位己有 他并不是说拿这玩意去卖钱去 他不是商业行为 如果同样是临摹 一旦变成商业行为 那性质就不同了 你要说商业性临摹呢 中国古代有个大名鼎鼎的苏州骗 什么是苏州骗呢 就明代万历年间 到清朝嘉庆年间 在苏州地区啊 流出了大量的假话 这些假话统称啊 苏州骗 就当时苏州呢 有很多造假的集团 所做的多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的 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作品 据说这造假这些相当有本事 几天时间就能画出一幅 画的可以以假乱真 连名款啊 也能弄得唯妙唯肖 甚至呢 还能造出大名家的提拔来 技术非常高超 这个就跟现在的说话 作假很像 它是个集团式的造假 就比方说有做纸的 模仿提拔的 做那个印章款的 然后画假画的 再一个专业的表乎价 就五六道工序 合成一幅假画 就是说苏州片当时呢 已经实现了这种集园化操作 就和我们今天看到的 说话造假就很像了 尽管如此呢 这个苏州片呢 卖不上大价钱 因为当时真正懂的人 他不会买这个 而买的最多的呢 这些人不懂装懂 服用风洋 他们也大概听说 这是临摹的本子 所以买回去呢 就是为了冲辫子 他们也不会花大价钱 所以那只苏州片呢 虽然是造假的 但是应该说产值呢 不是很高 那这种临摹造假的人呢 其实还不能称之为奸商 因为呢他卖之前呢 有很多人就明确告诉你 这是假的 买不买你自己决定 那么真正的奸商呢 是明明给你看的是 是真的 最后给你是假的 所以当时的奸商呢 一时到偷粮换住 会带来更多财富 那么 这个时候真正缺德的奸商 就大量出现了 这应该说就 元明清三代 这种事就多了 元代有个画家叫张守中 他画的叫桃花山鸟 这个桃花山鸟图 流传到清朝时候呢 被一个姓吴的人给收藏了 当时喜欢这幅画的人 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挺有钱的官员 非常想得到的 不过呢被这姓吴的 那先下手买走了 所以这官员呢 感到非常的难受 寝室难安 经常到那卖画的装表店里呢 找同道中人诉苦 说我得多喜欢那幅画 后悔没早点下手 说你们谁要认识这姓吴的 跟他说说能不能让出来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装表店老板从中就发现商机了 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 怎么骗的呢 非常高明 这个姓吴的这个拥有桃花山鸟的这个主人呢 他是这个装表店的常客 跟着店老板平时呢 总有往来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店老板呢 请这个姓吴的人呢 到店里面 就是俩人聊聊啊 说关于画这个装表的事 聊着聊着 店老板就说了 说你收藏那幅桃花山鸟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根据我的经验呢 这种画本 元代的画本 收藏一久呢 就会发生僵退止咒的现场 就缩水 要不然你拿出我看看 如果有问题呢 你也知道我这手艺好 我给你修复修复 这么收藏以后呢 就不会再损坏了 这姓吴的画主人一听 说有理啊 赶紧把这画找出来了 这个店老板一看这画就皱眉了 说你这画得赶紧修复 要不过一阵再皱了 有的画上的一些图案 就会受损害 这画主人呢也挺实在 一点也没起义心 卷起画出你带走吧 这庄保老店老板呢 拿到这画以后呢 马上找高人 照原作临摹了一幅 当然这临摹这组 也是个高手 绘画技术非常精湛 你看上去呢 跟原作一模一样 这店老板呢 就把这个临摹好的画 和真迹都拿到店里 他把这真画挂在墙上 就等那个有钱的官员上钩 没过两天呢 这个官员呢 果然来了 一看 哎 桃花山鸟 这画挂墙上来 他开始原来只以为说 这就是个临摹的东西 可是仔细一看不得了 这官员也是内行 居然是真的 他就问这老板 说这画怎么会在这儿呢 不是有人给收去了吗 这老板说 哎呀 这个收心的人啊 家里出点事 应急准备把这画卖了 这官员一听有这好事 马上说 我买我买我买 这店老板说 你光说买不行 这画值钱呢 咱得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官员二话不说 转身回家就拿钱去 这个装满店老板 一看这个官员走了 马上从墙上啊 把那副真迹摘下来 把临摹的宴品贴到原处 等这官员拿钱回来以后呢 哎 把这钱交上去呢 这店老板把这画摘下来 打包 让他拿回去 装到一个紧缎盒子里 这官员非常开心的 把这盒子接过来 哎 一路啊 宝贝似的 回家了 这官员前脚刚走呢 店老板就把这原座就贞继 送还给姓吴这个画主任 这画主任 也给了他一点装表费用 你看这好像一个正常的交易 等这官员拿着画回家之后呢 就接到了一个家公屋 所以忙活两天之后呢 才有工夫打开看这画 哎呀 当时可激动了 可是他再仔细看画的时候 傻眼了 因为他原来搁在墙上 他一看是真的 他第二遍拿下就没仔细这么瞧 想当然 就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些个弱点 这回再仔细一看 他是个行家看出来 这画是地地道道的假话 他气的 火冒三丈的 找装表店推货去 结果到那一看 装表店 人去楼空 原来呢 这店老板呢 用这次骗的银子 足够他后半生意识无忧的 所以他在卖画的当晚 连夜收拾家当 带着银子卷帽会跑来 所以这哭出无门的官员 最终啊 只能吃这么一个哑巴亏 那这位吃哑巴亏的官员呢 虽然被骗了呢 但好在及时醒悟 真正可悲的是呢 被骗了呢 还一直蒙在鼓里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称书画专家 一世英明的乾隆皇帝 乾隆为什么会被骗呢 那是因为他收到的假话 不是完全造假 而是采用一花接木的手法 部分造假 这画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富春山剧图 有的朋友说富春山剧图不是电影吗 那大烂片 哎 是 拍过个电影富春山剧图是烂片 但是富春山剧图这幅画 那可是传世之宝 他是公元1347年呢 元朝四家之首的著名画家黄公望 来到富春江 被眼前风景啊 折服 跟他同行的呢 有位得道高僧叫吴用禅师 就建议他把风景记录下来 所以黄公望呢 在当地呢 开始创作富春山剧图 创作三四年之后呢 才把这幅剧作完成 当时黄公望的画呢 已经名满天下了 这吴用禅师怕别人的巧取豪夺 就要求黄公望啊 在眷末呢 写明是给自己的 明确归属 所以这幅画呢 第一个主人收藏他的 就是吴用禅师 在这之后一百年当中啊 这幅画的命运呢 也就没有什么典籍记载了 一直到明代呢 被这个明代的四大家之一 沈州 沈州 文正明 唐某虎 这都齐名的 得到这幅画了 从这时候开始 这幅画 这命就不好的 沈州呢 对这幅画非常痴迷 他在画卷上呢 做了很多提榜 可他收藏不久之后呢 他画就被朋友的儿子 偷走变卖了 从此就流落在江湖了 之后扑春山女图呢 几经变卖 到了明末呢 被大画家董其昌买去了 这才得片刻安慰 董其昌呢 也像沈州一样 在画上做了些提榜 他把这画呢 作为人间宝物 细心保存 董其昌到晚年的时候呢 因为素数太大了 他一想啊 也别这画就握到我手里 就把扑春山女图 以高价呢 卖给了疑星的一位 收藏家叫吴志聚 吴志聚临死之前呢 把这画传给自己儿子 吴文青 这吴文青呢 是个死心眼 对这画特痴迷 他死之前呢 做了个糊涂决定 把这画又烧了 给自己殉葬 就跟当年的米服似的 幸亏他侄子有点正事 又很快的速度呢 把扔到这火盆里的画又捞出来了 但是呢 捞是捞出来了 这次火烧呢 把复春山女图啊 起手一段给烧毁了 并且给烧 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 从此这小段呢 被称作圣山图 大段呢 保留了原画主体部分 被称作吴用诗卷 就是那块有提拔 赠给这个吴用禅师 所以叫吴用诗卷 到了乾隆时期呢 对复春山女图 早有耳闻的乾隆啊 就想得到这幅宝贝 他说皇上 方便呢 以重金向天下征召此话 乾隆十年 1745年的时候 复春山女图 有这么一幅被征召入宫了 乾隆见到之后 反复见上琢磨 这肯定是皇宫王真妓 他下断言了 所以从此之后 跟着陆魔一样的 这幅画呢 经常在宫中斩阅 他有时候出外学游的时候 随身携带 每次观赏呢 就要在上面写上两笔 乾隆就有这毛病 天下的这个珍奇字画啊 名山大川呢 都有他提字 所以他这提字提的 遍地都是 有时候提的很垃圾 所以这一年下来呢 复春山女图 这长卷的空白处啊 留下满满当当的 几十处诗文 就乾隆写的诗 就连画当中 山间的缝隙 他都没放过 可是就在乾隆 收藏这画一年多以后呢 又一幅复春山女图进宫了 乾隆仔细一看 心虚了 为啥呢 新晋宫这幅复春山女图 无论从比翼还是提宝 比乾隆那幅又高明 可是他心里已经认定 第一幅是真迹了 要改口呢 你说皇上金口玉牙 走眼了 所以他一口咬定啊 第二幅复春山女图是艳片 但是呢 画的也确实好 值得收藏 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人不明白 说乾隆在书画方面 也是个行家 为什么第一幅画 才能看走眼呢 我前面说过 这幅画啊 不完全是造假 首先呢 造假者呢 把复春山女图 真本上 斗鸡昌那个提拔 给搁下来 一花接木的 拼贴在伪造的画卷上 这是关键的证据 第二个呢 他把皇宫望 给吴永禅师的提款 换成另外一个 叫子明的人 提的款呢 是子明隐君 将归前堂 须华山居景 图此为别 大吃道人 公望 致园 吴永秋 就这个提款呢 还有来历 就乾隆一考证呢 这子明呢 叫任音发 任音发自子明 跟皇国望是同一时期画家 跟皇国望很有交情 所以这些提款 都有来历 所以乾隆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看走眼了 因为呢 他对董其昌的提拔 进行确认是真的 也考证出呢 这子明就是任音发 所以你看 这些在他看来 也是铁证 所以当第二幅画出现之前呢 他就认定 他第一幅画是真的 其实第一幅画是假的 你看尽管呢 咱们说乾隆被骗的故事 有些可悲 但是正因为呢 他认定了第一幅厌品是真记 所以第二幅真记呢 他对外说是厌品 也就不好意思在上面乱提 所以反而真记呢 逃过了被乾隆提拔 五十四次的命运 这也让人呢 感到些微 那么如今呢 这个真记的富春山区图 前半卷圣山图 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 后半卷无用诗卷呢 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 那么乾隆的子明卷 虽然是假的 但是和当时那些造假的话一样 也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跟研究价值 当然真记 躲过了乾隆五十四次提拔 这也算是 诸多次造假当中啊 为数不多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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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